好 刚刚那个竹生讲 休息站多彩多姿啊 对不对 你来 我还记得以前坐火车还是什么 没有 无捨的那个是坐火车 我觉得还蛮浪漫的 可是我那个是坐中芯号 因为以前 野机车 对 以前有那种小时候就有那种国光号中芯号 就直接直达车从台北车站到埔里 然后我还记得我回去 我外婆第一看到我说 你回来了 阿嬷我回来了 这样子 我阿嬷说你骂了 我自己回来了 吼 你骂死了 然后马上拨电话回台北骂我妈 吼 你很尴尬 你让那小孩 自己一个人 这样发现什么事情要怎样 向来付责 对 他就被骂 我妈就被骂一顿 然后我妈就跟我阿嬷说 不要啊 我有高科区啊 我跟她说 你一人 我没法带你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然后她就说 我就跟她 她就说那你要怎么坐车 对 我说我就坐什么车 从家里那边的公车站 坐什么车 到哪里下车 然后在转什么车 对 然后怎么走 连公车站 然后下车以后 怎么走到台北车站里头买票 然后再 巨细迷移就对了 然后还问哦 我妈妈还有考试哦 她说 你如果到休息站了 你想要上厕所要怎样 我简单啊 说妈你问这个要做什么 她怕你丢了 她就先考试问你 这一路上你有没有安排啊 遇到陌生人怎么办 对之类的 那陌生人应该不怕 我从小就会 就不怕生活 我会跟人家聊天 对 然后 她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 记车牌啊 她去上厕所回来 你这记车牌 就拎车牌起来 啊坐到哪边下车 再找舅舅来载这样子 对对 啊考完试 OK合格 她就放我走 然后 可是那时候 我觉得 小孩子嘛 就是不会怕 只是觉得 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是要那个目的取向 所以过程完全不害怕 然后 你在过程以后就 你在过程的当下 你就已经在享受那一个 爸爸妈妈不在旁边 我脱离了这个台北 OK 自由的空气 对 然后没有人管 因为其实哦 你除了外公外婆 嗯 会直接的骂你 其实我们那个很大家族 对 所以大家族就是有这个 有趣的地方 就是 阿姨舅舅 或许会觉得你玩的太野 可是呢 因为你是台北 回来住家 就是久久来一次 他也不会管你管到怎样 对对对 然后 他就算觉得 你玩的太野 他也不会 也是念这两句也还好 他不会直接念哦 他会觉得 啊这 这是 这是白人的 白人的小孩 不能黑白关卡 对对 不能卡到太阳了 对 然后一做家族大 就会有这些 人情事故的考量 反而小孩子在这中心 就会取得一种 模糊的空间 是 自由度就很大 真的 还蛮有趣的 那你就会享受一种 真的可以 感觉说自己是一种 幻想自己是那种 乡下的野孩子 嗯哼 的感觉 在那边抓泥丘 在那个 你回去的时候 就扮演野孩子的角色 是的 然后回台北就乖乖的 这样 有吗 回台北真的比较乖 啊 其实是 我在乡下是比较 调皮捣蛋 对 对 就是 譬如说 控寒期会把那个菜 粿粿粒就烧掉了 哎呦天啊 然后 然后 借工出来 买啊 不然就是 你知道 然后不然就是 玩火啊 然后也是要烤干涉 或干嘛 你知道 然后 又懒得去剪材 对 然后呢 夏天嘛 那时候 有 人家 在我 人家已经熟了 对 啊 有 那 就打在我 上去 就会有稻草蝴蝶出来啊 对 我表弟 我就叫他说 因为我们这比较大嘛 然后就说 诶 等于 等于阿嬷拿出来 他是懒得 懒得搬 又懒得太远 使唤别人 对 但是我表弟更聪明 他就直接拖旁边的那个稻草 一个一个拖 就把人家烧掉吗 对 没有没有 因为他个子也不够高 不够高 对 然后 拖那个稻草蝴比较下面的 对 拖久了他就倒了 啊倒了之后呢 没想到他倒的那个 那个圆周半径呢 就倒在那个火堆上 就 砰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真的就 差一点小绑队要了 你们这些死孩子 你知道吗 我跟我哥哥从小 在 在这个 埔里的亲戚 你们在埔里 应该二名招招 啊 这口又要挡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哥哥比我更 更调皮捣蛋 他有被 别的孤母姨 没有 刺一个 外号叫 台北桓 哈哈哈哈 他台北来的桓啊 对 哎呦 真是可爱 不过我现在 我听你讲到现在 很好玩 我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 就看你讲话 你就是演员啊 你知道就是那种活灵活泄 然后讲话 就是动作会很多 嗯 对 然后很大 然后就是那种 感觉就很有画面 你知道吗 对 就从小讲话 就比较夸张一点 职业病来着 对 比较夸张一点 对 对 那我们现在来讲 你上乡下 你应该有得到很多那种 自由的灵感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吗 你说你到 国中还是高中之前 其实常常进出 就是生病 医院 对 你同学不会毕业 都不记得你吧 我同学 因为我们班有这个人吗 你知道吗 我同学会觉得说 对啊 他为什么每次都要 自由若乎 对 就是一住院 这个人就一直住院 可是很妙哦 对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哦 诶 我在寒暑假的时候 身体好得很 哦 你知道吗 就是 你知道 就是回 你根本是故意的吧 没有没有 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妙 然后 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年啊 我妈妈就是 因为她跟我爸爸就先开车回去 然后就差个两天 我一直拗着说 我不要 我要两天后才要回来台北 对 后来我真的拗不过了 我爸就开始恩威病失 这样子 我就乖乖的跟他回来 跟他回来第二天 哇 马上 马上复发 台北的空气比较脏 然后就吐雪哦 我就吐雪了 天哪 你是琼瑶里面的女主角吧 就吐雪啊 那因为雪 还是什么林黛玉来着 你知道 就溃养啊 然后后来 后来 我我爸我妈就还在想说 哦还好还好 有把这小孩子带回来 你说如果 如果他在埠里吐雪怎么办 照顾不到 叫阿姨舅舅要怎么办 他们 就是小孩子在那边啊 要跟 你妈妈给你爸妈交代 你知道吗 你爸妈想说 你是有这么讨厌看到我们吗 一看到 一回来看到我们就吐雪 然后就寒暑觉都没事 啊回来要念书就 就就住院了 是齁 很妙 对啊 哇你这种你这种经历 也很少人有啦 讲坦白 而且你还能活到现在 也算奇迹了吧 对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你当人身体 这么不好的时候 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 期待是真的比较低的 就觉得健康就好 对 我小时候 你当然 他没赤嘛 他没赤好啊 所以我爸都那时候 也不太管 他甚至也不会问 我记得我小时候 他还蛮care的 他就 诶 考试 啊成绩当本来没 来我看 然后 诶 没吃饭 啊吃寒饭啊 就会一直念一直念 对 可是国中就不念了 因为你一直 身体的状况一直不好 然后甚至吐血 就觉得啊 那个成绩算少 然后 然后进家屋病房 好惨喔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这小孩快挂了 然后那样的状况之下 他都当然不会要求你功课啊 对 所以你只要活下去就好了 这样子 那 那后来就是慢慢身体 诶 做了剧场 就长大了以后就是高中吧 就开始做剧场了 他们觉得 诶 你身体好像也越来越好 诶 不一样了 就开始说 啊 你可能要去学习 要算了 你不要再做这个啦 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 我爸就说 诶 要去当兵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哎呀 你要做兵 天后回来 自己想看看 要做什么 不然我当兵的时候 做什么剧团啊 对 然后他就会一直念这样子 对 对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对 当你 当你家里面对你的期待 可能会 跟你的 状况会改变 对会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我 我记得我以前 有我听过一个故事啦 就是讲说在 急诊室里面 那有一个 博士生 是 就是送到急诊里面 那最后就是 他 因为很严重的病情 然后后来不幸就走了 那他的父母就在外面 大喊 就是讲说 啊 我也不要他念博士 我不要他念什么博士 我只要他健康就好 好 那其实很多父母亲的 期望 可是可能在他没有生病之前 可能那个压力其实是挺大 会觉得 你一定要给我念毕业 好 你这个 你没有念毕业 现在怎么办 可是等到 其实你没有健康以后 发现什么事情 都不是很重要 真的 眼前出现了一个 最急的东西的时候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那我们讲到 你刚刚说 你高中就在做剧团 可是你高中是念 你是念什么的 我念美工科 协和工商 你念美工的啊 对 我念雕塑 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去念美工 啊 就我的 我的雕塑老师就是指寅长的那个 那个 清大哥 好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上次我们这个 台湾也是很知名的雕塑家 李良仁先生 是的 我老师非常有名 对 李良仁先生 他的非常多作品 都在台湾 其实很多公共空间都会看得到 对 对 对 有 那可是那个时候你怎么怎么有这个机缘呢 其实那时候就是 其实就很单纯 就是 那时候 执行长 美国 李永峰 对 李永峰 我们先生这样 执行长就是那时候 也在摩奇做编导 也是摩奇的团长 然后那时候有要做系 那做系的时候就 那时候有跟我们学校做一个建交合作 然后我就被 因为我在学校常常就被 科里面叫去参加那种 呃 比赛 嗯 呃 就是美工科有很多学生的比赛嘛 对 做一些劳作或干嘛 画画的比赛 那因为你之前常常 就是跟科里面 代表科里面去参加比赛 对 所以当建交合作要做剧场 做布景的时候 直接的会想到这些学生们 嗯 然后就问说 欸你们有没有兴趣要来建交合作 嗯 出公差 我说好啊 最好啦 你看这么 都没有在学校念书的小孩 怎么会爱念书呢 对 我觉得这很有趣啊 就去 然后做做做就做到现在了 嗯 还 还自己也觉得 欸 其实蛮有趣的啦 嗯 就是说 我好像也没有做过什么 太多别的工作 可是你刚讲到 就是你跟那个李良人 对 啊 李老师 你跟着他一起在学东西 可是李老师是雕科 对 雕塑 雕塑 那你在这方面也下过很大的功夫吗 欸 我其实还蛮用功的 真的好 我那时候我觉得 我虽然功课不好 但是我 就是去雕塑组以后啊 嗯 我觉得我还蛮认真的 嗯 因为 我常常 欸 其实会有兴趣啊 就是 那个怎么讲 就是一个兴趣 我觉得 欸 真的还蛮好啊 翻模子啊 然后你在那边捏土啊 或干嘛的 我还记得 有一阵子 我常常会下了课之后 因为那时候 刘林老师就住在 住在学校附近 对 现在还是在那附近 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老师家里有一个 他自己的工作室 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老师有作品 小作品要翻成大的 大件作品的时候 对 常常都会去老师家帮忙 对 或是当助手学嘛 嗯 然后就是 去可能就是 五六点 买个晚餐去 要吃完 跟老师一起弄弄弄 做到九点十点 然后坐公车回家这样 有时候就是 甚至到十一二点 赶快趁着有公车 赶快去搭公车 然后有作品 就帮忙做作品 没有作品 有些时候老师也 其实我老师很大方 嗯 我老师非常大方 就是他 他就是 他也知道 可能我有点兴趣吧 也喜欢待在那个 空间里面 对 然后甚至就是 没有作品的时候 老师也说 麻烦你也可以来啊 你就来啊 你就来啊 你就来玩一下啊 看一下啊 我就用我的东西 你就看你要做什么 你就没用力的 我就说这么好 好 我就心里想 这么棒 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老师的公众数 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嗯 然后在 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电脑没那么发达 对 有一些资讯什么 没有那么多 对 那我在老师那边 可以看很多雕塑的书 嗯 有些英文我也看不懂啦 坦白讲 英文 我总有些图片吧 对 尤其雕塑的书 他有德国的 有什么 那真的看不懂 可是他就是很多的照片是 是你看的 哦 原来 雕塑也有人做这样 不是只有 做的像 不是只有 我们在台湾那时候 看到的雕塑的样子 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 然后 我还记得 我好几年前嘛 好几年前 有一次因为 也要去 美国 去明尼苏达州 对 然后去 去做一个 嘉年华会 然后无意间 我一个当地的朋友说 啊 我带你去 我们这个明尼苏达 这个明尼亚坡里市 很有名的雕塑公园 嗯哼 我说哎好好好 我就去 我去哦 一看到 眼泪看来你掉下来 怎么想 因为我忘记说 我忘记说 我很小的时候在老师家里面看到的 有一个雕塑作品 对 叫做櫻桃与汤汤 嗯哼 然后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汤池 然后有櫻桃 然后变成一个喷水池的 喷水的设备 对 然后那个 那个雕塑就坐落在那个公园的一个小湖当中 嗯哼 然后那个汤池与樱桃 那个大大的汤池上面有一颗樱桃 然后樱桃的梗上面然后就喷水 好像是这样吧 对 对 然后我看到那个 我完 看到那个 你就傻了 我就傻了 就是 这不是我小时候在老师家看到的那个 哇你现在那个雕塑作品吗 对对对 然后你就活生生 实景就浮在你眼前了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预习到 你会看到这个 对 然后你看到 哦 冲击很大 对 你就突然觉得 嗯 你突然会想到说 哎 这个是在小时候看到的 在老师家 对 然后我现在跑来这边 做一些剧场 嘉年华啦 或是这个 其实看了会有一些 时间 然后 时间过去的之后 对 然后你站在那个地方 看到了那个 活生生的作品 还在喷水 然后是小时候看到的 那个感触整个 对 然后你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做雕塑的人 可是你还是会对他勾起那一份情感 会 对不对 因为那是你很学生的时候的记忆 对 对 哇 这个时候要留下一个空白 对 这时候就比较没有记性 好 一种感动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感动稍微让他停留一下 是的 好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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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